這個獎項競爭也是很激烈 是喔 到底是誰呢 最喜愛銀幕情侶獎 有請胡姓兒為我們來揭曉 得獎的是 七玉舞和歐萱 恭喜阿舞跟歐萱 恭喜阿舞還有歐萱 再獲得這個 最喜愛銀幕情侶獎 同時他們兩位呢 也是本屆紅心大獎的 影帝以後再次恭喜阿舞哥 歐萱 其實喔 歐萱基本上在這個最喜愛啊 是常勝君很少輸的 無人能及耶 對… 秘訣是什麼 有一群很支持我的粉絲 所以你得到這個獎項 你覺得你跟阿舞哥是怎麼樣的火花 讓觀眾覺得你們是最佳螢幕情侶 我還以為你問我秘訣是什麼 秘訣就是要跟你有很多粉絲的人一起拍戲 這個是最好的嘛 最快 真的 所以你們的火花是怎麼樣 有多獨特 為什麼可以打敗其他四組 我其實覺得跟阿舞合作非常的舒服 有時候很多都是現場的反應 就好像我們不會太深入的去溝通 其實 對 我覺得是信任吧 對 一種信任 因為有時候在一起演戲 有時候會擔心 什麼搶戲啊什麼的 然後有時候我也會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她也會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我覺得只要是效果好的 都會…都想去做 所以我覺得那種信任會很重要 也就是她說的舒服吧我覺得 對 我覺得真的是喔 演戲就是專業嘛對不對 其實Part 2的我們 很多都是Flashback的畫面 才看到我們是情侶的那段時期 對 對 所以很開心就是觀眾會喜歡我們這個搭配 是 好 再次恭喜最喜愛一幕情侶 歐萱七一五 也謝謝我們的班長人胡信兒 謝謝 謝謝三位